各位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數位內容資訊安全裡面的 跨網站腳本的攻擊 那什麼叫跨網站指令呢 它的意思是 Cross-site scripting 在資訊的領域腳本就是很多城市 把它集合起來 那很快的幫你處理完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本來以Cross-site scripting的一個縮型應該是CSS 可是在網頁設計裡面也有一個CSS 就是風格設定的這一塊 那為了避免這個誤解 所以在跨網站腳本攻擊這邊就改成X 那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 是因為在開發過程之中 開發人員他沒有注意到形成的漏洞 所以這個攻擊者透過網站存在的漏洞 利用這個代碼注入 什麼叫代碼注入呢 因為我們在網頁開發的時候有分前台後台 那會把指令程式帶到前台來執行的就只有JavaScript了 那其他像PHP、ASP、JSP這個都是在SERVER端運行的一些指令 但是也正因為JavaScript他可以到前端來讓網站的這個互動性更高 所以他的這個好處也變成是使用者去這個惡意的使用者去利用的一個機會 所以透過代碼注入的形式就會變成這個網站會受害 這個XSS最主要的受害的部分是使用網站的使用者 那因為在使用的時候如果說你的站台上面被置入了這些惡意的指令 那就會被下載到LOGO端就是使用者端來執行 那藉此可以透過這樣的機會能竊取使用者的這個帳號跟密碼 那我們一般的使用者很難去察覺網站裡面有沒有被植入這個惡意的指令 通常就是在瀏覽網頁的時候不經意的被載入 所以呢這個是網站開發者必須要特別去注意的 那我們後面會介紹到有一些跨網站腳本的供給是屬於在這個連結上面去加入一些指令 所以讓大家知道在LINK的這個UIL上面有一個這個代碼形式呈現的一個連結的話 那就知道這是一個跨網站腳本的這個連結 千萬就不要去點好那在一般常見的惡意網站指令 好那一般在常見的惡意網頁指令的這個JavaScript裡面 那被下載到User端去執行它 那這些都可能被執行起來像Java VVcode 再來就是ActiveAX 所以很多瀏覽器基本上都禁止這個Java或者是這個VVA還有一些ActiveAX這些程式的自動執行起來 那都是預設是把它封鎖 除非你有刻意去開啟不然是不會被運行 因為它像Java的話早期有一個叫JavaUpdate 它也是一個程式 只是這個程式呢一樣可以下載到使用者端來執行 那當然它的好處也是為了要方便這個互動以及呈現一些特殊效果 但是呢在這樣的一個形式就可能再帶來一些危害 因為這些Core是不安全的 那目前來講知道的XSS攻擊手段大概有幾種 第一個呢是竊取Cookie跟Session 那Cookie的話基本上它最初的設計原理是為了要讓使用者不用在每次這個切換網頁的時候輸入帳號密碼 或者是他在一些頁面上面這個要Key入的關鍵字呢很多 那為了增加使用者的這個良好的使用體驗 所以他有一個Cookie的機制 他就把你一些關鍵字呢儲存起來 在瀏覽一些網站的頁面的時候 他自動幫你代入 讓這個使用者用起來就不會那麼麻煩囉嗦 可是這樣的情況也等於意外的去儲存了一些這個使用者的帳號密碼 一些相關資料或者一些參數 這樣子呢如果透過跨網站腳本的方式去取得Cookie 那形同你的帳號密碼外洩 那Session的部分呢是我們網頁在連結的時候為了安全性 我們會這個每一次的連線呢 它會有一個Session的維持 所以當你這個頁面關掉的時候它的Session也是結束 這樣子呢可以確保在網頁延通的時候的一個安全性 那再來就是在這個網頁上面植入惡意的Flash 所以現在很多瀏覽器已經不至於Flash Flash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它動畫很漂亮 而且它在互動功能上非常的厲害 但同樣的存在有這個前台 然後讓使用者可以寫程式的一個情況 所以有可能這個惡意的使用者呢會在網頁上植入這個不良的程式碼 讓使用者使用之後呢就造成使用者的危害 所以這個目前呢已經比較少有瀏覽器去支援Flash 再來就是利用JavaScript的方式呢 讓受害者的身份呢假冒它去進行特定的動作 那這樣子呢會造成使用者的損失 再來呢有可能透過JavaScript呢造成對網站的DDOS 那DDOS就是分散室的這個阻斷服務攻擊 那這樣的情況有可能就是說我在網頁上植入瀏覽某一個 引用某一個網站上面的比如說圖片或者相關的資源 那每一次的瀏覽都會對它進行拜訪 那就會造成這個只要瀏覽者多 就可能對這個站台造成影響 因為會有很多拜訪去要求這個網站提供資源 再來就是惡意的使用者呢 有可能透過IFRAME或者FRAME的形式呢 對這個網站植入這個不好的語言 那就會造成使用者在瀏覽頁面的時候 其實不是真實的頁面而是一個假的頁面 所以透過IFRAME跟FRAME的形式呢可以造成這個使用者的危害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發現漸漸的HTML已經不太支援這個FRAME的這個視窗切割 再來就是透過結合其他的漏洞 比如說CSRF漏洞 那做這個進一步的惡意行為 那還有就是透過這個JavaScript呢 散播XSS的乳蟲 再來透過JavaScript呢 也有可能獲取使用者端的這相關資訊 比如說使用者的真實IP 還有它開放的POR 以及一些瀏覽紀錄之類的 假設各位有在關注 OWASP 就是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它就是專門在分析這個網站安全 或者是站台安全上面的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 它專門在收集 由哪一些駭客入侵的所造成的危害 那它在這裡面呢 各位可以去發現 其實在XSS攻擊一直都維持在前維 所以它的攻擊危害呢 是蠻大的 所以跨網站腳本的這個指令呢 它的主要核心就是透過這個瀏覽器 它在這個把畫面布局出來的時候 它一些缺陷 讓這個開發人員 在假設開發人員 他在開發過程之中 沒有注意到造成一些漏洞 那駭客就會利用這個漏洞進行攻擊 那底下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個很陽春的網頁的寫法 HTML 那這是body 然後中間是script 那erl 就是提示訊息的意思而已 就是加把script裡面很常見的一個語法 erl 提示一個訊息XSS 就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run起來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異樣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假設我們在這個 網頁上面 我們自己來寫一個 好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網頁的這個內容 那各位可以寫成自己在本地端就可以執行 因為HTML 不需要網頁伺服器 照樣可以運行 網頁的基本架構在這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script 就是寫javascript的一個地方 那你只要加個 alert 那因為我是有一個虛擬器在運行 所以我是把這樣的call 放到那個虛擬器上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去拜訪這個網站的時候 我把這個網頁 打開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剛剛的字 Hello這樣子 然後這就是一個erl的一個效果 好所以這個erl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提示訊息而已 可是這樣的訊息 我們等一下會以erl這個當作 這個javascript的call被執行起來 我用這樣的形式來做這個提示 讓大家知道 這樣子會有一些動作 那當你知道說在瀏覽器執行的時候 當瀏覽器去把遠端的資料抓回來的時候 在本地端執行起來 它會跳出這個javascript的這個指令 好那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方式 來欺騙這個瀏覽器 讓它可以去執行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把資料 往後拋的時候 四個段收到 它會把收到的東西當作這個資料呢 做處理 可是如果這個資料呢 是經過精心設計的 比如說這個資料呢 其實是一段程式碼 那就會對伺服器呢 造成一些危害 或者是使用者端呢 Client端呢 出現一些危害 好所以呢 如果說這個 沒有做判斷的話 它就會造成一些這個影響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設計一個頁面 叫index.html 那裡面有個表單 然後表單的資料呢 它會往後拋 拋給誰 拋給這個test.php 那它往後拋的方式是用post 就是用post的方式做傳遞 然後呢 它有兩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的名字呢 就叫name 第一個呢 其實就是按鈕而已 就送出 把submit出去 好 那出來的畫面會像這樣子 來看一下 好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 測試畫面的一個樣子 那這邊輸入名字 然後資料往後送 比如說 我這邊輸入jack 然後按送出 那 server收到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它印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call 好 index檔呢 裡面其實就是剛剛截圖的 就這樣子而已 fost test.php 收到之後就做什麼事情 來看一下test.php 那這三行 其實呢 就是 其實只有兩行 那 這一行呢 是 在新版的php上面 預設就會 如果你不做取消的話 它預設是有的 那這個指令是做什麼呢 它是針對XSS攻擊 做預防 做防範用的 所以它預設只是1 預設只是1 所以如果你沒有加這一行的話 那剛剛的那個效果會出不來 我就無法顯示那個效果 所以如果說 你要顯示出有 這個跨網站腳本攻擊的這個 效果出來的話 那你要加這一行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在這個 網頁系統開發的 這個開發人員呢 應該要注意到就是說 第一個你伺服器的版本 伺服器裡面的PHP版本要提升 那除此之外呢 假設你的版本無法提升 那你也要在開頭 網頁 PHP的網頁開頭上面呢 加上一個XSS攻擊的這個防護 然後把這個設定乘1 設定乘1 然後後面的它還有一個叫做MOD MOD 等於什麼 MOD 等於block 就是把 假設有出現XSS攻擊的時候 就把它block住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要特別去彰顯 它有這個 破航站腳本攻擊的情況 所以我們先把 這個保護呢 先把它關掉 先把這個功能關掉 那這樣子呢 我們才能夠凸顯它有這個效果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對不對 如果我輸入什麼 它要送出什麼 好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假設呢 我現在輸入的 我輸入的是這個 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call 就是我原本要輸入Jack的 我去輸入一個很怪的東西 我在這邊輸入剛剛的這一串 這個雙銀號要改成半型的雙銀號 因為剛剛是FOAM片上的 好 那我這樣子送出去 它其實看起來會把它當資料 可是如果說 你的PHP是這樣子寫的話 它會直接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送出的結果會變成是像這樣子 對不對 它就會顯示XSS 代表說 其實你會被執行起來 你剛剛傳送的那個資料會被執行起來 它就不單單只是資料而已 它是當成JavaScript在執行它 OK 所以這個就是 告訴我們 如果說 你的PHP上面的設定沒有設定好 再加上這個 程式的 寫程式的開發人員沒有開發 沒有注意到這個重點的話 就有可能產生XSS攻擊的這個漏洞 好 那當然在這個AJAX 這樣的技術出來之後 它的威脅越來越大 因為它的資料傳遞 所以不是只有在按下這個按鈕這個時候 它平常你只要在欄內上Key資料 它就會幫你往後傳 那幫你往後傳的主要的這個工作呢 就是JavaScript在執行 所以其實JavaScript你在後端的這個 在這個背景上面 這個JavaScript在執行做什麼事情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所以在網站使用上面 其實就是使用者呢 如果說你的這個資料沒有保護好的話 很可能遭受跨網站腳本的攻擊 所以呢 在近期呢 有一些站台呢 遭受跨網站腳本的攻擊 那就會造成Session被劫持 那Session被劫持 其實就是原版你本來應該要Session要結束換新的人 可是他把你保持住 然後呢 在背後的程式呢 再繼續往下連通 持續做著你本來在做的事情 這樣就會造成什麼 其實你你的使用本來是要中斷的 卻被人家後續在操作 比如說你在做轉帳 這就可能造成一些危險的這個操作 好那在這個跨網站腳本的 部分呢 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個是Document Object Mode Model 那這個呢 是他的這個 因為我們在網頁撰寫的時候 是有很多Tag所形成 那Tag呢 他的標籤 他是一組一組的 所以他就會變成物件的概念 所以透過這樣子來架構整個網站 那你透過這些 這個Dome的這個操作呢 可能新增或者刪除掉某一些物件 那這樣子呢 就可能造成一些影響 再來另外一種是反射型 反射型就是我們剛剛演練給各位看的 我輸入資料他馬上回應 這是反射型 那另外一種是儲存型 儲存型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把東西呢 寫到你的資料庫去 但是這個寫到資料庫 並不是這個JavaScript的作為 而是你的網站上 本來就有一些儲存 資料的操作 只是被利用了 比如說你有留言版 那我留言版一般來講 我就是留下我的資質片語 可是呢 我如果刻意留的不是資質片語 而是一段程式碼的話 那他會被寫到你的資料庫 那因為我們在留言版上面 你會看到別人的留言 所以當這個系統呢 去把這個資料庫裡面 這一段資料抓出來的時候 他把它當成資料顯示 但事實上他是一個 JavaScript的程式被run起來 那他就造成了這個系統的危害 所以這種叫做儲存型 那裡面的這個 從剛剛敘述的這幾個 反射型跟動型 他其實差不了太多 那動的呢 他就是會針對裡面的物件 做一些操作 但是還是不會去影響到 server 本身 單純就是使用者端 這個網頁受到一些影響 好那在儲存型的這個部分呢 他會因為會被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所以就風險比較大 而且影響比較多 所以各位會發現現在的這個網站 大部分都沒有留言版的功能 這也是原因之一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動型的這個 XSS攻擊 那動型的這個XSS攻擊呢 他是透過這個網頁上面 我們說他像這個tag 這個標籤呢 他就是一個物件 這樣是一組物件 然後這樣是一個物件 那就是又一個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就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 在JavaScript裡面呢 他有一個指令呢 是EVAL 那Evaliate他的作用是說 你可以把一串的東西丟給他 他就會把它執行起來 他會去執行他 所以這個韓式呢 他其實是會執行框框裡面的東西 括號裡面的東西 所以你丟什麼進來給他 他會幫你做運算 他能力還蠻強 比如說 你上面有變數A變數B 你在這邊寫入A加B 他就會把變數A跟變數B的指 抓出來 加一加算出來結果給你 所以他就少掉一個變數的使用 同時呢 他透過他可以去執行他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設計 使得我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 假設 是一段不好的程式嘛 他也會被EVAL這個韓式去執行起來 好 所以呢 假設我們在網站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網址上面 這個網址到 TEST2.html 那後面呢 警字號 加某一個東西呢 基本上EVAL 它的作用是會把它結果顯示出來 好 那如果說我們在這邊加的是 Location.h 的話會得到一個就是說 假設 我們 看一下 假設我們這邊 警字號後面寫 Part1 那它會對應到網頁上面的Anchor 假設你現在瀏覽到網頁上 有一個錨點 這個錨點上面的編號就是Part1 它的這個錨點的名字叫做Part1 那你在執行這個行指令的時候呢 它其實就會把警字號Part1 那因為它從E開始 這是指字串的概念 從E開始往後抓 所以那個警字號會拿掉 直接顯示Part1 這行指令 可是如果在同樣的這行指令上面 我現在 在 這個UIL的這個連結上面 我加的是警字號 然後一段程式碼 那就糟糕了 因為這樣子的指令下去的話 它會把它從警字號後面拿掉 這一行 然後這一行 耳熱 括號 會被丟到哪裡去執行 就到了JavaScript的EVL裡面 就丟給它去執行 所以它就會被執行起來 那我們當然是用耳熱的形式來 凸顯說它會被執行 但假設我今天這個惡意使用者 這個駭客呢 他在這邊丟入的是一個 更大的一個 危害操作的話 它造氧會被執行起來 所以在這邊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如果說 在這樣的一個 這個使用上面 我把它丟進去 去Run 那它就會得到一個這樣的結果 來看一下 那我們在這邊呢 打Test 打Index2 好 那後面呢 我們打上 Alert 然後呢 括號 斜線XSS 斜線括號 好 按Enter的時候 你看它就會被執行起來 好 那我如果說這邊 內容再改一下 你看它就會出現了 所以顯然這邊呢 而我僅知道後面加什麼 它就被解釋 就會被執行起來 然後你去看它的 它就是因為這一行 它用的這個EVAL 這個函式呢 它會執行這裡面的東西 這裡面東西不是 不是列印也不是做其他事 它就是執行 所以這裡面會變成 帶入這段程式馬 而被執行起來 這是 它帶來的一些危機 所以EVAL這個指令 在使用的時候呢 要特別小心 不要 建議不要常用 因為它的確會有一些風險 好 那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是 JavaScript的這個API 那在使用的時候 它的這個Code的審查 不夠嚴謹造成的 比如說 Document.location Document.ul 還有其他的 所以這些API呢 有可能透過這個 刻意的設計 讓這個URL裡面帶有一些 這個彈跳視窗 或是其他 比如說網路釣魚之類的 或者是網頁跳轉 然後呢 雖然你看到這樣好像沒什麼差別 可是當網頁跳轉到一個假網站的時候 那使用者就會不宜有它 那就造成資料外洩的一些疑慮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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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